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些才智talk 我是Debbie 今天邀请来声展的Frank 聊天 Frank 你好 找到Frank 来说大市的走向是怎样 为何这样说 我看到之前环球股市低位反弹很多 很多地方的市场都在你眼望我眼 不上不下 很多人问一个问题就是第二只脚何时出现 你的客户是否都是问这些问题 大部份都是问这类型多 当然你说会不会一束而就 即是一束而就去V 大家都不是 现在讨论中就是U型或者W的形态最接近 或是多底有些W加V 很麻烦 所以其实是比较观望 市场有观望态度 未至于第一波的严重 但又未知有些角色升得很厉害 所以是观望为主 但是我留意到 其实市面上影响着市情绪的因素很多 大部份都是倾向悲观一点 首先经济 因为最近经济数据都 你要多差它有多差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见底 经济就跟疫情第二波会不会爆发 直接挂勾 接着又说怕中美关系 现在又紧张又说升温 其实这么多因素最担心的是谁呢 反而当然主导性或者我们最不能够控制的就是疫情 因为疫情病菌没有得看你哪个感染不感染的 所以如果疫情之中大家可以看到一幅图 上面就会看到全球感染人数 反而明确就是下面的图 下面的图很简单 今天减昨天有多少人感染 如果负的即是少了 正的即是多了 那现在就负了 是的 即是有缓和迹象 所以如果大家眼睛看一看 其实由5月到现在大约17天 有10天是负 7天是正的 所以其实负是多于正的 不过都没有很见到一个很明显的负的数字膨胀 所以大家心大心洗 其实某程度这幅图都会感受到 即是如果持续地出现负数 可能就真的有 大家就开始开心一点 开心一点 其实上面那些 其实看到很多颜色那些 包括大家最关注的 现在就排名第一 最多确诊的美国 那就是红色巴 另外看到紫色巴 就是意大利 跟着蓝色就是英国 中国方面就不知道 比较难看 究竟会不会二次爆发 好像钟南山那样说 就真的不知道 如果我们说 市场对于新型肺炎 对市场的影响还有多大 其实有很分歧 因为我听到一些投资策略部 譬如可能你的朋友说 不看的 现在当它慢慢会没事的 只要不是爆得很厉害 就没人理会 整个市场 其实那些风险为立是回来的 你又同不同意 同意的 我用并存这个字去解释 因为大家都知道 病毒是不可能短期内消失 它也不会消失 疫苗也都以断年数来计 如果在经济中 亦都不可能无了期 无止境地等下去 所以其实在病存之下 有病毒 经济开这两个同时间出现 我们要习惯这种感觉 去到今年年底 所以其实 这种的习惯 大家要开始适应 第二个就是 当你开放一个经济 刚才说无止境等不行 那就开放了 其实感染人数是会上升的 如果数字是受控的 受控就是说 会见到相比第一次为少 或者没有那么广泛 其实就当OK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没有可能没有了 那你的上升的数字 可能由一千变了几百 甚至几十的 fine 就算了 所以其实 我们慢慢会发觉 这个factor 慢慢会 step down 就觉得 算了 就不要理会了 Franca 有时我们就看市场 摸一下它的情绪 就有很多指标可以看 最近看到 除了你之外 其实有很多你的行家都说 你发觉市场的窩 其实没有之前爆得那么厉害 而且是有回落迹象 其实是否各方面的窩 不同的资产的窩 其实都出现同一个方向 而这个又是否一个利好的讯号 当然 其实看窩最重要就是 看一看 经常都怕很大事件 或者所谓逐一样的爆不爆 你见到这幅图 就是三个息股匯 股票 债券 和汇率 这三个窩来量度 很简单 直视网下去 大家是跌了很多 但是始终去到差不多一半 就是未去到年初 没有事发生 但是又好过之前很多 尤其要注意就是 橙色那条关于一些 所谓的债券市场 其实已经回复到 之前年初的水平 这个是很重要的息怒 因为大家见到 就是年初很担心 就是资金流如果不够 而令到债券断裂 而重提所谓金融海啸 那些火烧年华船 但是现在看回这个窩之中 看到美息 或者美国知息率之中 其实已经平定了 就是说如果息口稳定 债券压力也比较少 而其次股票和外汇 相对来说 又去到中间 就是说 我们好了很多 仍然在接近年初 是的 都未最好 是的 要等一等 所以未来如果大家留意 如果继续跌 代表未来越来越不担心的话 其实再大跌的空间 或者回到年初所谓 第一只脚 就真的越来越未了 Friend 如果我们看股票 那个窩 即是说恐慌指数 VIX 即是两度标普500指数 那个波动性 其实上个星期 有些人是担心的 因为整个星期计 是由低位大概26的位 最高是38 即是弹了40% 是三月以来 很大的一个升幅 两个多月以来 最大的升幅 然后现在就定了 在30流上的位置 所以现在人家就在判断 究竟它是会如何 再上升 还是下期一 其实现在是否一个 几大的转列 是要密切注视着这些讯号 也是的 一个关节位 即是说 由完全封闭到开放 始终这一刻 都是由零变一 始终的风险 是会上上落 是会游的 但是相比起之前 即是说由一个 所谓疫情的开始 和游波动的时候 同时间出现 你会见到 六七十的 那个VIX 即是说现在三十多 其实OK了 相比最坏的 已经收货 已经没有了一半 你说加十多 或者加几点 其实已经算了 即是市场习惯了 那种感觉的话 去后期如果那个WAR 刚才说开放之后 慢慢疫情数据下降 还要慢慢测试 市场就会越来越稳固 没有说大升 但至少是稳固 我怕闷了 这个WAR 亦反不反映后市 又是继续你眼望我眼的 说真的 因为刚才说 整件事情 最担心的是债市 那就要看债市 刚才看利率方面的稳定性 但还要看会不会 default 就是会违约 违约 要看违约 如果违约都稳定 那些资金 就会安心 由一个所谓的避险工具 流出股市 股市才会上升 所以其实要看违约 那个违约 我们叫credit spread 信贷息差 就是信贷息差 才知道 那真的可以和大家摸摸 究竟有没有改善的迹长 上星期去同一时间 当时恒先生Alan 也有提出过 这件事情 是相当需要留意的 今次我们 再给多一点资料 不止是一个credit spread 看完 就是不同级别可投资的债券 credit spread 去反映 究竟 那个违约的感觉 有没有之前那么夸张 是的 那是不是很明显 因为下来 是不是代表安全 是的 看到上面那幅图 就是美元计算的 投资级别 和高息级别 里面整体 不是说单一 是说整体 里面你会看到 美元债 其实比之前的credit spread 已经收窄了很多 亦都是如果大家感觉 和股票差不多 去到一半 就是无论我担心违约 和股市仍然去到一半 等待什么呢 等待美联储 现在大家都知道 连那些企业债ETF都买了 是的 会不会再重启更加多的钱 去买一些有问题的企业债呢 如果继续会的话 大家不需要担心 因为美联储做包底 二来就是说 当重启经济之后 真是现金流回来 譬如我开一间餐厅 开个普通的零售业 开始有cash flow 这样的Default仍然会下降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这些 都是和股兆之中 观望的态度比较浓厚 不过你会看到 和之前所谓 两只黑天用同事出现 已经好了很多了 好很多了 有朋友我发现 最近很多资金 是从头回债市 就是持续流入 并且规模大 譬如我看回最新的资金流向 例如截至上周三为止 其实一个星期 只是债券基金流入 都差不多接近160亿美金 这是什么概念呢 大概是12个星期以来最高 当中是入一些高息债为主 差不多有四个星期以来 最多的资金流入 其实这个亦是否反映了市场的风险位纳 你都可以买一些高息债 其实那些高息债 有很多你所说的高息 就是相对是没有那么稳定的东西 亦都反映了投资者 那个多进取呢 其实如果看到高息债多人买 某程度上就是说 如果我不想选择股票 但是又不想那么稳定的国债之中 就聚在中间 来等待如果刚才所说 credit spread下降 债价升的时候 我就沽了它 来去再买股票 所以这个是显示一个transition 一个过渡期之中的一种表达方式 二来就像刚才那幅图 刚才还没说到下面那里 其实是一个能源的 high yield的credit spread 这个更加反映到 这个更加重要了 你会看到其实已经随随向下 就是大家在黑天雄很担心 一些油公司会违约 会破产 其实你见到credit spread 已经反映了 没事的 但是慢慢慢慢 你见到油价升了 之后收回 cash flow 慢慢没事之后 将那些钱买完 赚了一个high yield的energy 就退回股票 所以其实我们未到下一步之中 股票就变成好像 偶住官王 等那些钱由债又翻股 但是需要刚才说 疫情 经济 同时间进行 才会将那些钱退回 噢 那么多假设的 很麻烦 希望像你说的 可能第二只脚 不用刺穿第一只脚 然后大家可以入市 买回去 也说到能源相关 油价都升回30元 感觉上好像稳定一点 如果Franck说到 就是未来的股市 有时我们看领先的指标 一定先看美股 之前美股 就被拖了下去 而我们的感觉 相对于美股 是落后一点 如果我们看标普500指数 今年来说的低位 大概是3月左右 3月23日 是的 标普500达了2成多 刀子都达了3成多 现在是否最危险阶段 可以说过了 其实可以说是过了 如果未来没有任何的黑天鹅 就是我们经常都说 有都没人猜到 突然间爆了 所以如果没有任何黑天鹅 相信第一只脚 应该是今年最低点 而第二只脚 就算真的出现也好 应该会比第一只脚为高 因为大家已经有准备过疫情数字 也都有准备去防范 有政策去防范 所以其实会是高的第一只脚 调整是需要的 因为没有东西是立即弹 所以如果真的要参考 整个美股的走势 由3月23日 美联储开始公布 无限QE之后 其实你会看到 三个板块很明显是有增长的 第一当然是科技板块 第一是健康和消费类型 其实你会看到 很直接去想 那些是受惠者 就是科技和健康 我想不需要特别说 大家都知道 口罩东西 口罩食药 要洗手 洗手 就算不是真的去疫苗 就是我们不是估计哪间中了疫苗 但是基本买多的维他命C 吃多的食品 都已经赚了 健康 比如刚才Tag的 大家视像会议已经是 而最后基本消费就是 以往压到很厉害的股价 因为一开放经济 那些资金一涌进去 就是说就变成一些bottom out形态 报复性反弹 报复性消费又好 很反弹就好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 大家觉得第二波真的出现都好 相信这个第一波的趋势 是会延续到第二波 就是说 我们相信有疫情 但是 就做回第一波里面的东西 看到那个Sector 都仍然相对较好的 但是Friend 问题是这样 因为这个趋势也反映了 传统的一些价值投资型的股份 是严重地跑输增长型股份 增长型股份 大家可以形容 是直接CPE如无物 有多贵就买多贵 其实某程度上 如果反映我们的恒指 究竟之前的一段日子 哪些股份带领大市向上 其实有少少和美股相近 就是有些资讯科技 一些新型经济股份 那我们是否又是照抄呢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特质 大家需要深思留意 当然其实在疫情 我们所谓第一波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是科技股 无论港股美股还是内地股 都是科技股的了 例如一些药业资讯 一些健康 这个大家都理解 我不重复 但最重要就是 在香港多了公用股 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大家知道 在疫情是有影响 但是疫情过后 我们会预期有中美贸易战的2.0会发生 如果参考这件事 由2019年参考 由3月到12月 就是决定签协议 这9个月 其实你会发现 当中拗到面红意也好 美股是升的 怎么拗它都升的 内地股市都是升的 但是只有港股 是挨打的 是挨打的 就是两个磨擦之中 真的惨 香港是会下潮的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中美贸易战越打越 港股是会偏向保守的 追回一些公用股的 还有第二件事 大家都知道 最近某个银行不派息 将资金散出来 去回一些收息股 而公用股就是大家最喜欢的 所以见到金融类的指数 就是期待 我们说的反弹只有3% 就是拿着金融股那些 真是一颗眼泪 也是 你刚刚提到网易战的问题 亦都提得很对 因为今个星期 我想大家都密切关注 这个情况 进展会如何 上个星期尾 突然间 你美国又加大 向华为方面的制裁 如果你美国企业 要向华为供货的话 你要向我们美国商务部 取取可证 即是说 现在都在拦住了 然后特朗普又说 其实我们和中国的关系 几乎可以完全撤断 你的市场实情应该会震 但美股又真的不是很害怕 那我们需不需要将贸易战这个问题 风险日价进入呢 相信刚才最开始说的 疫情慢慢会降低 但会慢慢降低 就是中美贸易的2.0 相信在11月3日 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无论是共和民主党也好 都是用中国牌来打这个主题 你看到拜登都突然过去 说不喜欢中国 明明是很friend的 所以你说这个是谁去说 其实这个中国牌 会是大家的一个焦点 而当中最能够参考 就是2019年 因为2019年 在美国或者特朗普的套路 其实大家很清晰的 首先就关税 跟着禁令 跟着制裁 跟着货币的操纵国 逐渐逐渐来的 那相信第2.0 那套路都是差不多 现在开始见到禁令 就是说不要供货给它 又或者甚至之前WiFi都不给你用 Bluetooth不给你用 令到一些手机设备 在手机股全部封后式 即是没有的 那其实这些是 相信未来日子大家会见到的 就是迫到它 迫到整个行业之中 完全要回到美国 当然行不行 很多公司现在宣布回去 你今天最大的新闻就是台积电 对不对 不知道会搞到 手机相关的供应料 会不会又是有问题 我看到今早 其实大行报告写 这个贸易战的note很少 但大摩其实也提到他的client 就是跟客户说 你们真的要小心一点 最重要就是观察 未来一个多星期 中方如何回应 会不会真的 你这样说 我当你是真的 然后就反台了 会不会有什么反制裁措施 你觉得今次 其实中方射不射它 OK 其实看刚才吐露 大家都知道 按铃 接着就刚才说 制裁 不过从2019年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这一刻的经济的国力 或体力的分别 工和手的角色没有变 美国都是工 中国都是手 但以现在的GDP 现在的疫情 中国的经济的反弹 其实是明朗的 亦都看到复苏的情况是明朗的 经济未复苏 所以其实预期会争 但是工手的力量 反而可能中国 可能多些 Bugging Power去做 是吧 第二要留意是什么呢 中美贸易战之间 其实大家互相夺磨 也好 旁边的国家 影响比中美大 因为中国不去买 买多些牛肉在美国 猪肉多些在美国 就没有买巴西 其实其他国家反而是下跌的 所以中美股市是上升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中美贸易战不是一件差的事 对于中美股市 那些什么南韩 台湾那些都很头疼 不知道他们怎么办 那些才怕 新加坡那些 不知道怎么办 不过这样 你说贸易战 其实我们继续观察 不过刚才你提到一点 中方 其实现在会怎么打他们的经济牌 有机会第三季 很多人看会强力反弹 今个星期绝对看两会 究竟会有什么 我想经济目标那些 没有什么人看的 因为分分钟不设定 不公告 但现在是看财赤GDP比例 我看到很夸张 今早看大摩一份 专写两会的报告 这次财赤GDP的比例 是历史新高 是去到14% 当然官方设定 就不会设定到这样 设定四 但实质其实是去到十多 是否真的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要想想有什么投资概念 好 赛赤GDP是估值前升的 而且你看到最近这几天公布的数字 有两个很明显 第一就是说 没有了大水满灌的概念 是 每看到M2到11.1 是根本上升的 第二 失业到6 其实重复了很多次 如果这两个角度 要去救这两个方向 或者以这两个方向去想 第一 一些减税降费 这些是必然的 就是基本消费 衣食住行行的 普通吃一餐饭的 救回收费股 基本消费股 即是最基本的 那些 不是买车 不是那些 吃一餐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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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多啤啤酒 那些 那些是可以的 第二就是基建 基建才会捕到整个财赤出来 例如现在他声称宣布了的 可能是医院 或者不要像火神山那样急 不如早点起个医院 把一些机场 挖一条跑道 来做感染的跑道 不要影响其他 这些都是基建 准备第二波的 当然当中 水泥 钢铁 必然 大家起任何东西都要 正在走 已经走完了 那怎么办 有没有一些落后的 第三是什么呢 一些所谓的民生性 可能一些教育 或者可能一些所谓的内房 一些放宽 这些都是谷到GDP 所以如果两会之后 值得注重一点 就是说过去十年 两会在恒生指数的刺激 两会之后的一个月 其实只有2%升幅左右 过去十年 2%左右的升幅 是的 最大都是只有5% 所以其实不要奢望 就是两会之后 恒资会很爆 但是某些企业是会有利益的 那就是要选择股 努力的 要选择股 不要想炒市 不过如果你整体大市的气氛 又或者股值上超吸引的话 那有些基金经理都会猴住 是不是 那现在我们恒指大概 不上不下 那样 现值市盈率 是不是都贴近十倍 即9点多 吸引了没有 现在就大约是9.6 9.7附近 OK 如果挖过去那五年 就是15至20年 其实平均大约是11.3 就算挖到十年 都是11.6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呢 又不算特别便宜 也不算特别贵 所以比较交叉的状态 很麻烦 如果真的要我们project 去到10年 11.3 附近 那些指数 乘回了 就是预测 都是25,900 就是26,000 所以其实 在我们去到平衡 正常水平 到现在 都是2000多附近 再下有多少呢 其实下线就不多 21,700 当然机会不大 因为第一只脚 你说去到之前 一个比较交叉的位置 23,400 附近 或者23,300 附近 OK的 所以你见下市1000 上望大约2000 鬆点 所以其实说来说去 都是5-15%之间 那没有什么直播 其实在指数之中 恒生指数 应该都是集幅上落为主 很多说 下回8倍 那就是吸引 但是很血腥 又要下回2万边 如果你真的8倍的话 已经去到2万2附近 但是8倍 是否真的要去到所谓 海啸架才做事呢 很多都不是 是吗 就是很多基金其实在买东西 会不会是 分段在做东西 选择东西 始终我们预期 第3Q第4Q 真的开的话 不会一注下的 通常分三注 慢慢买 下第一注 OK 看看第二注 第三注 但是完全不做 相信大部分都不会 但是那些旧经济股 可能大家之前都输到 很多蟹货 所有基金经历 都是叫人买新经济股 旧经济都是说 短线拨一拨就算 是 那就是不担长 这些都真的要看着市场的波幅去做 不可以跟它坐到明年 摆 已经不是以前那种摆 因为始终新经济是主导着 未来大家生活的改变 所以都是科技 医疗 基本消费 和国策一些的基建 那些为主 好了 今天就带了很多东西落我的袋 谢谢朋友 希望今天的网民也有得着 今天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我们看看 未来两会有没有什么新的概念主题 真的可以炒作 记得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去YouTube那里 给个like我们的节目 未来我们有节目的时候 就会马上在你的手机 alert提醒大家 另一边也记得要安装 是经济日报的apps 有些最新的资讯 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今天谢谢朋友 节目时间差不多 拜拜 拜拜